各位同學大家好 又跟大家見面了 說實在我真的還蠻喜歡來上 大家這一門課的這樣 因為在這門課我 最能夠就是 知道大家的熱情這樣 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等到大家大二大三之後 上課可能就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看到眼神一定不是像現在大一同學大二 就是來修這門課的同學這樣 你們會應該說我特別會發現 就是現在大家上課眼神是 比較就是想學東西的那個眼神 到大二就上一些電子學 電路學那就是說 像有學沒學都差不多這樣子 到大三隨便 大四可能已經推真完了 可能那個動力又更低 我是覺得那個跟怎麼教應該也是蠻有關係的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上這門課可以有點正向循環這樣子 就說大家 我嘗試想要用一些比較有趣的教法 讓大家就是學這個的時候 不要這麼的害怕 然後也可以比較多參與這樣 然後大家在參與的過程當中 給我的一些回饋 也可以讓我就是更 更去想說應該可以怎麼做會更好這樣 所以其實還蠻歡迎大家說 如果你覺得學這個東西有什麼困難 或是你覺得怎麼學你 你會學得更好的話 都很歡迎大家跟我講這樣子 所以還是很謝謝大家 特別是我最最 每次上這些課程最感動的就是 第一排第二排會有做人這件事情這樣 以後希望你們可以一直保持到大三大四這樣 因為之後可能前兩排就是空的的一個情況 這樣 所以還是很感謝大家 我們這門課好像一百出頭的人 每次來上課都九成 八九成多這樣子 之前我上了一個通識課也是電機系的 號稱有150個人來上課 但我每次上課看到頂多就是50個人這樣子 所以那個感覺非常不一樣 這是我一開始為什麼不喜歡在這邊上課的原因 我覺得就是之前在這邊上課就是上那個通識課這樣子 好 所以 所以我每次說很開心看到大家都是真的這樣 不是場面話這樣子 聽說 現在高雄好天氣剩這兩天而已 後天開始說高雄的高溫只剩18度 所以後天開始可以把大家的冬天的衣服拿出來 如果你真的覺得已經開始覺得冷 我們特別是騎車的同學 可以把你的保暖的衣服拿出來了這樣 好 所以 今天我們主要就是要把這個第六個單元跟大家介紹完 這個大概就是 期中考就 考到這個單元完這樣子 那下禮拜可能還會再講一些 不過就是 講一些新的單元的部分 不過就是這個 這個期中考就考到這個單元結束為止這樣子 所以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期中考的一個時間這樣子 請大家務必要把 就是 你把它記在你的那個行事曆裡面這樣 不要 不要遲到 遲到你可能 雖然還是可以讓你進來考 不過你可能會寫不完這樣子 所以再提醒一次這樣 就是 11月30號的時候 10點開始 10點 鬧鐘 如果你怕你會睡過頭 那要多用幾個這樣 會分好幾間教室 這個就修正一下 就是 教到第六個 考到第六個單元為止這樣子 那下禮拜 下禮拜 預計是會這樣子 下禮拜預計呢 我會上一點點 第七個單元的 會花其他的時間放在 幫大家複習一下 到目前為止的一些東西這樣子 那我想要再讓它 再更有趣一點 所以下禮拜我想要用 分組的方式來 讓大家就是 能夠複習 意思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些題目 但那個題目 不見得是你要自己完成的這樣 我想要讓大家分組 然後你們可以討論那些題目這樣 那這樣子學習起來 你可能覺得 比較沒有那麼孤單寂寞 覺得冷這樣子 就說要學這個東西 我們大家都是獨立的個體這樣 所以下禮拜 我們會有一些活動 其實也是以考戶為主這樣子 那會請大家做分組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是可以讓大家做團隊對抗這樣子 所以下禮拜會做這件事情 那可能要請大家先幫我做一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可能跟後面的project也有關係 這樣 請大家分組 分組就是最 大概 就是 組員人數就是三到四個 三到四個 三或四這樣 大家可以自己選這樣 那我個人是覺得三是比較好 為什麼三是比較好 因為我看一些老師在分享 他們覺得一個組 就是三個組員是最好的一個情形這樣 為什麼三是最好 因為兩個好像太少 兩個它的意思就是說 萬一有一個人擺爛 那那個人就會很孤單這樣子 如果你是四個人一組或五個人 甚至五六個一組 那大家就可以發現 你可以猜想就是如果你一組有五個人 那真的那個project真的需要五個人來做事嗎 還是那五個人 其實有些人的工作是很不一樣的 我常看到分組就是那五個人 裡面大概也許就是兩個人在做事 另外那三個在幹嘛呢 就是有一個人工作叫買便當 或者是垂背 或者是買晚餐買飲料等等的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是三個人一組的話 就算有一個人力不從心 就是不要說他擺爛 就說力不從心這樣子 就是那你至少還有兩個人可以做這樣子 有點 然後三個人有點像那個三國時代 三個國家互相制衡那種感覺 我是希望互相合作 不是要不要互相制衡這樣子 對啊 然後說為什麼你不做 我有兩個人就說你怎麼不做這樣子 給他強大的壓力這樣子 這樣不好 應該說我們兩個來 想辦法提升你的能力之類的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開始想一想你的分組 我們期末做那個程式的專題也是 就以三到四個人為主這樣 請大家就是趁這個禮拜的時間想一想 下禮拜一的時候 下禮拜一的時候 把大家的分組名單寄給助教 助教的資訊在第零份講義上面有 這個三到四個人不一定要同一個系所 你也可以找 因為我們這門課有不同系所的人來修這樣 所以三到四個不見得要是同 一定要是同一個系所的 大家可以自由的選擇這樣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組員 你也可以寄信 就是還是寄信給助教 然後說你找不到組員 我們就會幫你分好組這樣子 所以下禮拜是這麼進行 主要目的 所以大家這個禮拜回去 因為今天應該沒意外就會上完 如果我今天有比較早上完這個單元 我們就會提早下課這樣 不過我通常是不太喜歡說這句話 因為通常我說會提早下課的時候 真的會提早下課機率其實不會很高這樣子 所以反正就今天我的目的就是 把這個單元給講完這樣 讓大家比較清楚這個單元要做什麼 因為待會大家會跟我一起進行一個 算腦力激盪這樣 我個人在準備這個單元的時候 我的腦袋運作的比以前還要快很多這樣子 因為等一下會有 比較稍微錯綜複雜的一些連結的關係這樣子 這個通常 這種思維在別的課程好像沒有這樣 我上次有最接近的腦部活動是之前在 修電子學的時候這樣 雖然我會考試但是 學電子學我覺得還是有點 可以說是力不從心這樣子 所以很多科目你雖然會考試 但是你也許修起來不會有太大的一個興趣 但是掃這門課我是希望大家 你知道這門課可以拿來做什麼 你以後到底會不會用得到 當然是希望大家用得到這樣 因為很多東西其實都可以用程式寫這樣 還是讓大家盡量會有興趣一點這樣 所以等一下我就是把這個單元交完 然後如果還有時間我應該是會開放 就是給大家問目前為止的問題這樣 看大家目前為止有什麼 不管是教授的問題 或是助教大家覺得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其他的問題都可以 總之有一段時間可以讓大家問問題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因為今天這個講義大概只有三 四十幾頁而已這樣 照我之前上前面幾份講義的速度 如果真的可以那樣子上的話 應該很快就會上完了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效果不好 因為這一章會稍微複雜一點這樣子 所以再總結一下 就是期中考的資訊大家注意一下 第二個就是去開始找一下分組 三到四個人 在下禮拜一 最晚就下禮拜一的時候 把你的分組 選一個組長出來 選一個組長 看你要用抽籤還是什麼方式 都可以 那個組長 理論上他的責任就是要督促組員這樣子 但實際上反正看你們怎麼選這樣 到時候後面會有一些 做期末專題的時候會有一些報告 口頭的一個報告 那如果三個人都不想報告 那就是組長要出來報告這樣子 反正就需要扛責任的時候 應該就是組長要出來這樣子 所以就找三到四個組員 然後找一個組長 你也可以想開始 你如果願意的話 你也可以想一個很炫的 你的隊伍的名稱 因為下禮拜的那個複習會用到 你可以想一下你的隊伍名稱這樣 不要太心三色就好 不要讓你有 不要讓你有被送信評會的風險這樣子 就好這樣 有組員 有團隊名稱看起來 比較能夠凝聚向心力 因為接下來期中考之後 我們會花 額外花一些時間 跟大家討論 期末專題的程式 大家想要解決什麼問題這樣子 所以那個是後面 有一點重頭戲的一個部分這樣 就說大家學完這 大概有十一十二個單元之後 你覺得這些東西怎麼樣 拿來讓你設計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專題這樣 那個專題如果你真的做的 到時候看大家報告的情況 跟做的情形這樣 如果你那個報告題目還蠻有趣的 然後你真的很有心思 想要再把它做完的話 也鼓勵大家就是之後 可能寒假啦 或是一升二的暑假 可以找一些老師做專題 然後繼續把那個東西做好 將來你就有機會可以做 科技部的專題 是大學給大學部學生做的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參加一些相關的比賽 甚至你還可以寫論文去 國際的會議發表這樣 所以這些算是一些願景給大家聽這樣子 實際上如果你想要更了解之後 可以做什麼 這個寒假系上會辦一個電機實驗營這樣 到時候會算邀請有興趣的同學 一起來參加 電機實驗營的對象是高二高三的學生 但是對大家來說它是一個機會 可以讓大家在寒假的時候先知道 未來你會做到哪些有趣的實驗這樣 你可以知道電機系在學什麼這樣 所以之後那個確定好之後 會再跟大家講這樣 就那個資訊的部分 蠻多大二以上的同學 都有參加過那一個課程 似乎也覺得蠻有趣的 很多就因為這樣研究所就繼續 做那些部分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部分跟大家說明一下 記得分組一下下禮拜一之前 我會在寫在課程網站上面 提醒一下大家這樣 這個時間一定要記好 因為我們就是考到12點就會結束了這樣子 對下禮拜也會有那個 算考古題給大家看 不過嚴格來說它不叫考古題 因為這門課是我第一次開這樣子 所以應該只能說是一個 拆題 拆題 拆題這樣 那我就要再說明一下 所以那個拆題 那個題目大家回去一定要認真做 好好做 一定要把它至少做過一遍這樣子 這樣子講 我是從一個授課 那個本來就應該要講的話所說出來的 這樣我並沒有說什麼特別的話這樣 就是 那個很重要這樣子 非常重要這樣子 好 所以應該 這樣子來準備這樣子 好 所以等一下我要開始講這個時候 會有一些 我嘗試想要說明比較清楚的一個部分 如果大家還是覺得這個你還是聽不太懂的話 那你就可以來問我 或者是你覺得哪邊需要我再重講一次 那你就再跟我講這樣子 所以這個單元會比較複雜一點這樣 這個也是大家在學程式的時候 然後 就是會覺得比較難以瞭解的一個部分這樣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至少你先聽我講看看 看說這個你有沒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回去想要多了解的還是看一下課本 特別是趁這個階段開始看一下那個英文的那個原文說 因為之後你很多東西都是英文的 如果你以後是想要 譬如說想要在大學的時候就可以發表一些研究的論文的話 你一定也是要用英文寫 或是你看別人寫的東西 大部分也都是英文的 最新的東西都是英文的這樣 所以 比較詳細的資訊大家回去的時候 還是看一下課本 那個課本的頁數有比較多 但如果你真的有看的話對你會蠻有幫助的這樣 所以我上課比較針對那種重點提示 或者是一些比較不容易了解的地方 我再多講一點這樣 那這個單元的話呢 就是主要跟大家講指標 以及就是在Function的那個寫的 撰寫上面有一個額外要再注意到的地方 之前我們跟大家寫提到的一個Function 大部分就是傳回的資料都只有一個而已 但有時候呢就是你需要一個Function 能夠幫你處理多筆資料的輸出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需要用到這個單元所交到的一個指標這樣 但指標雖然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名詞 但實際上它就是一個位置而已這樣 等一下就讓大家清楚 它其實是一個算很簡單的觀念 只不過它需要做一些連結 所以需要做一些腦筋上面的轉換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能才會覺得它會比較困難這樣 所以我一開始想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這個單元我們會需要學這個指標這樣子 它到底要用在什麼地方 這樣子你可能在最後應該說寫這些作業 或者是期末專題的時候 就會比較知道什麼情況下你該用指標這樣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是這個不在可能 可能不在大家的講義裡面 因為那時候後來加的 課本上也沒有 因為課本一開始就開始講說 指標到底是什麼這樣 但我比較喜歡從為什麼開始這樣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用到指標 在過去前面幾個單元所交到的 function 這個函式的一個部分 我們在寫這個時候 通常我們就是需要送入一個數值 譬如說這邊看到這個 算這個不管是算這個幾次方這個 我們這個function就是輸入給它一個數值 譬如說x跟n 那它就會幫我們算就是 譬如說是10的n次方 以及再把這個東西乘上x出來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是說 這邊的數值我們都只是只是使用而已 我只有使用 我並不會去修改到它的內容 譬如說我這個我傳這個 我要用這個function的時候 我就會丟兩個數字 一個是有小數的一個一定是整數 譬如說10.0 20 或是15.3 10之類的這樣 我們就是把這個數值拿來 直接做使用而已這樣 我們並不會去改到 這兩個變數的數值 所以如果是這種情況 用前面所交的function就ok了這樣 那你就是直接拿進來 直接當做input來做使用這樣子就好 另外一個例子是前面 也是那個單元裡面有交過的 這邊的重點其實都是在講 我只是要跟大家說 它這個function就是要傳一個數值進去 然後做剛剛的運算 然後它不會使用到 不會去需要更改到它的一個內容 所以大家先有這個觀念 就是之前所學的都是很簡單的 就把數值抓進來 然後看你要拿這個數值去做什麼運算而已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期末要做的function 你的一些function 只是很簡單的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就用前面交的這個做法就好 但如果有一些情況 我們實際上會遇到的事情是 我需要不只拿它的數值 我還需要去改它的數值 我需要去更動到它的數值的話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這樣子 譬如說像這個一個例子 這個待會我會看到這樣 我先把後面的例子拿過來用這樣 譬如說現在我們要寫一個程式 我要對它做排序這樣 排序這件事情在未來大家要寫程式 就會非常重要 大部分你應該都會用到 不管是我們做一些工程的 要說要找最大值最小值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財務管理相關科系的同學 你可能也要做統計分析 你要找那個最大最小值的話 我們就需要對這個資訊做排序 所以我不只需要知道這三個變數的數值 這個我還需要請大家 把這三個這個東西 按照它的數值由小到大排 也就是說呢 現在如果我本來的數值是7.5 9.6 5.5 你會知道這三個數值是這樣 但是不只是這樣 我還要請大家呢 把這個數值的位置做一下對調 讓這個number1一定是最小的 number2一定是中間 number3是最大的這樣 所以後面我們就需要指標這個東西 這個待會大家會看到 你現在可以不用管 你就看這個例子就好 本來是7.5 9.6 5.5 我們希望的事情是說 到我們把這個function把它寫完 對調做完排序之後 我們再把number1 2 所以印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是由小到大了 所以這個程式執行完之後 number1的數值就不會再次7.5 它會是5.5這樣子 我會改到它的一個數值 所以這個是這個單元 為什麼要學指標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你之後分析你的程式 你覺得你的變數數值不只要用 你還需要改的話 那你這一張你就要好好看 之後要怎麼樣用在你的這個程式裡面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它最大的一個出發點 就是我希望去改到它的數值的時候這樣 那類似的觀念等一下會稍微討論到 就是如果之後我們寫的程式 需要去讀檔案 或者是寫東西到一個某一個檔案進去 比如說我很多資料是寫在某個檔案 我要去讀它 或者是我產生的結果 如果希望輸出到一個檔案之後 我可以拿去譬如說Excel做分析的話 那個檔案那個東西也是用指標的方式 就是去做存取的 待會大家會看到這樣子 所以檔案那件事就是後面我們寫程式 一定會用到的一個部分這樣 因為現在大家寫程式都是比較簡單的 都是叫使用者自己輸入東西 那有時候後面你寫的程式 譬如說如果你現在一組有四個人 之後會看大家寫程式的複雜度 譬如說你四個人做出來的一個project 如果比我們的作業還簡單 那就不太合理對嗎 因為作業都一個人寫完了這樣 你四個人做一個比作業還簡單的東西這樣 所以四個人做出來某種程度 但是比較複雜的 那個資料輸入可能有非常多筆 可能有1000筆或2000筆以上等等的這樣 我說10002000都還是算小的 在公司那種等級來看他們都是幾萬的 或是我們在研究所做的一些實驗 可能都是幾十萬幾百萬的資料要去處理這樣 如果是那樣你叫使用者輸入1000筆資料 他都會覺得很煩這樣 根本就不想用你的程式這樣 那我們就會希望把那個東西放在檔案裡面 讓他自己電腦自動去讀取檔案 他就一筆一筆的抓進來 不要再跟叫使用者說你還要先輸入什麼 再輸入然後連續做1000遍這樣子 所以這檔案也是之後會用到的一個部分 如果我們先從這個例子出發這樣子 如果我們需要更改到這個變數的數值的話 那我們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他現在7.5是存在那number1 9.6存在number2 我希望之後可以改到這個變數的數值 讓他不一樣那我怎麼辦呢 這邊一個關鍵點就是 到底這個變數是存在電腦的什麼地方 如果我可以知道他存在哪裡 我就是直接去那個位置 把他的數值改掉就好 我就放一個新的數值進去就好這樣子 所以先讓大家思考一下 應該大家也許是有學過這樣 我們當我們宣告了一個變數的時候 這個變數的數值是存在哪裡 就大家目前所學過的就是 不管是哪門客這樣 你們覺得這個變數會存在哪裡 任何的答案 他一定會存起來 不然他不會你沒有辦法拿出來用 這樣子 他會存在哪裡 暫存器 暫存器 算對了 哪裡的暫存器 電腦的暫存器 記憶體 剛剛有人說記憶體 對嗎 記憶體暫存器 這是對的答案這樣 暫存器是電腦裡面的東西 暫存器的內容是從記憶體那邊讀過來的 所以兩個答案其實都可以算對這樣 他最最精確的答案會是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這邊這個 number 1 會是存在記憶體的某個位置 number 2 是某個位置 這樣子 所以這邊我一頁之前從應該是我們單元 1 那邊所拿過來的這樣 我們所有的數值其實都是存在記憶體的某個地方 這每個地方就有一個位置 如果像前面這個我需要去更改到這些變數數值的話 那麼我們傳這個資料給那個 function 做處理的時候 就不是只是傳值給他而已 我就直接譬如說這個 number 1 就存在記憶體的第三個位置 那我就把這個位置扔給那個 function 就好 他自己可以去這個位置找到這個數值是-26 他也可以因為他知道他放在第幾個位置 就直接送存一個新的值 蓋掉這個-26就好這樣 所以這整個第六個單元的中值 他的精神就在於說我們要傳位置 傳這個位置這個地值給他 給那個 function 那讓他自己去做 看你要拿這個位置去讀值 還是要更改他的數值 你只要知道這個數值 你就可以更改他的內容 你知道998是存X 那你也可以更改他的內容這樣 所以指標其實就是一個記憶體的位置 就這樣子就好這樣 你就很簡單 你就一定要記住這件事情 指標就是記憶體的位置 這樣子就好 所以等一下大家會看到 function 的另外一種寫法 我不是像之前就是這樣子 不是像這樣 我只是丟一個值過去 這個是一個譬如說 integer 然後或者是 double 的一個內容 譬如說像這邊看到 他可能是 double 或是 integer 這樣 只是數值而已 現在等一下大家會看到的 我會丟這兩個變數的位置 丟那個儲存的位置給他這樣子 你如果抓到這個概念 接下來我要講的東西 你就會比較容易了解 抓不到也沒關係 你看哪邊是抓不到 你可以再跟我講 我再講一次給大家聽這樣 好 所以這個單元主要學的就是這個指標 指標就是記憶體的位置 位置 我們傳位置給這個韓式 主要就要做的事情叫做間接的存取 間接的 就我不是直接丟值給你 我是給你那個位置 你自己去那個位置 看你要抓值還是要改值這樣 所以這個是大家會看到的 那我們這個指標另外一個好用的地方是 他可以讓你用來讀一個檔案 或者是開啟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寫東西進去這樣 大家會看到這樣 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 如果韓式裡面 你有多個輸出的東西要傳回來 之前是只有一個 我們可以用return這個命令這樣子 但如果你現在有譬如說 四格還五格的話 那你就不能只用return了 你還是要 你就要開始用到指標 也是給他一個位置 叫他把這 譬如說五格輸出的值 都根據他的位置在哪裡寫進去 他就會自己讀到了這樣 所以前面等一下 大家也會看到這兩個 呼叫韓式的不同 如果是之前我 直接把值丟給那個韓式 去呼叫他 這個叫傳值的呼叫 value call by value 你如果有一些中文的書 他就會叫他叫傳值 就數值的值 傳值的呼叫 如果你是丟位子給他 叫他自己去抓 或者是更改內容 那個叫傳參考的呼叫 我個人覺得翻這個中文 好像沒有比較好這樣 這不就是根據這個造方嗎 傳值跟傳參考 我那時候在看的 以前在學的時候 會覺得很難懂 傳參考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丟個位子給他 他自己去參考 去找到他要的內容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過去所學的 這個章節會學的 丟位子給他 丟指標給他 然後他就會去自己 根據這個位子 去找到他要的一個內容這樣 好 後面這個就等一下看 最後這兩個是 其實在講義裡面不會講 但是在課本有的 最後兩個章節 就 如果你想要多學一點 想要把這個程式學好 以後可以 譬如說做不一樣的研究 多媒體啦 人工智慧等等的 那你可以多看這兩個章節 他跟你講 怎麼寫程式會比較好 比較容易debug 所以這邊 其實debug是寫程式裡面 很重要的一環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大概等一下內容 會到這裡為止 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會跟大家提到 到底這個位子 會怎麼樣子應用在 我們的這個函式裡面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先從這個 6.1開始這樣 就先開始 這個就課本的東西 這個就比較技術 那種故事的部分 剛剛我跟大家講 他怎麼 為什麼我們需要 C程式要提供這個指標 給大家用 主要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需要更改到 變數的數值的話 那我就是丟個位子給他 讓他自己去找那個變數 存在哪裡 你去更改他的內容 所以以往我們在宣告 那種數值的時候 我們就是直接宣告integer 然後譬如說 某個變數是25 這個25就會存在 在電腦裡面 記憶體的某個地方 它有個位子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這個存在哪裡呢 或者是說 我想要更改到 m的這個數值的話 我總是要先知道 它到底存在哪裡這樣 所以我們就有個指標 指標的這個 算語法來說 就是某一個變數數值 加上一個star 譬如說像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一個位子 這個位子的意思 itemp這裡 大家你可以記一下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記憶體的位子 這個位子 加上星星之後 就代表這個指道 用這個位子去記憶體 抓那個的資料 或者是改他的東西 所以這個 就可以是代表某一個 數值 譬如說我這樣子宣告之後 待會你會看到 我就可以把這個itemp指定成 可能是這個m這個變數 它所儲存的位子 所以如果之後 我們想要改 譬如說 我要對m n 比如說op q 等等的變數 做排序 我就是只要找到 這些變數到底存在哪個位子 就好 所以這個itemp 就是一個記憶體的位子 加上這個星星之後 就代表它指向某一個實際的數值 所以那個指標的指 其實就是指向某個東西 就是你給它一個位子 你用這個星星 讓它指真的去找到 就是白話文就找到 找到那個資料存在哪裡 你就可以對它做一些修改 這個就是指標的一個觀念這樣子 這個這個 指向一個integer 好 所以我們後面可以來看一下 像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所以剛剛那個m就是這個25 剛剛不是有個itemp嗎 itemp說 比如說加上一個星星 讓它指向一個整數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變成是 這樣子的一個寫法 比如說itemp的數值 有可能是1024 那這1024 舉例來講 它就是m這個變數 所存在這個記憶體裡面的位子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 就是itemp 星星這個命令呢 去存取到這個m的一個數值 也可以更改到它的一個內容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們就叫做是 就是間接的一個存取這樣 這個圖要表示意思就是 itemp是某個位子 我用這個星星itemp 我去指到就是m所儲存在 儲存的一個 記憶體的位子 我可以更改這個內容這樣子 所以這個叫數值 這個是它的位子 這個位子怎麼來呢 實際上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這麼寫就可以了 譬如說你自己指定 itemp等於andm 這邊要交到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and 你把這個變數加上and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叫它回報這個 這個變數存在記憶體的什麼位子 好再說一次 m本來是一個整數的一個數值 你把它加上andm 代表意思就是叫它把這個整數 存在記憶體的哪個位子給送出來這樣 舉例來講這個例子 m是存在記憶體的10d1024個位子 所以當你寫了這樣子的一個描述之後 這個itemp的值就會是1024 當你寫了這個函式之後 你就把這個itemp跟m那個變數給連結起來了這樣 他就會知道這個itemp 以後用這個itemp去加這個星星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要去第1024那個位子 抓東西進來 你也可以用這個東西去指定 第1024個位子之後要放什麼數值 等同於就是在更改m的內容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一個轉換而已這樣 本來你只看得到這種m這種變數 現在你還要多看到m存在哪裡這樣 就是它存在哪個位子這樣 所以這個就叫做指標的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等一下還有比較進階一點的內容 再跟大家說明 然後有一些範例來讓大家思考一下 你會更清楚到底這個東西 這個指標到底接下來我們會怎麼用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這種桃紅色的字 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為了要存取 存取有一個很重要的含義 存取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存也 應該說它可以讀也可以寫 這個叫存取這樣 我可以去抓它的值 我也可以去改它的值 這個叫assess這樣 具體的含義是這個樣子 好 這個指標就是存這個某個變數的位子 這樣子 用這個and的符號可以找到這樣 好 這邊有個範例給大家思考看看這樣子 譬如說我現在這個itemp 它是一個位子 它指到某一個整數 我先讓它等於35這樣子 現在暫時是這樣 就是它的數值是35這樣 如果我把這個 就是照這樣子的觀念 m就是這個itemp所指到的那個位子 它所代表的一個變數 那如果我接下來寫這樣子的一個描述 就星星itemp等於35 然後請問大家這個m的數值 如果我要把它印出來 它答案會變什麼 乘襲前面那一頁這樣 m跟itemp的關係是什麼這樣 你們覺得如果我印這個printf 印m的數值 這時候它會印什麼數值出來 35 有沒有別的答案 或是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講什麼這樣 再講一次這樣 這個itemp是m這個變數的位子 那我剛剛有跟大家講 如果把這個位子加上一個星星 它就代表去那一個位子 所代表的記憶體位子去存取它的數值 你可以改它的數值 你也可以讀它的數值 所以在這邊 這個itemp這是個位子 加上這個星星之後 就代表就是那個變數 那個變數 我等於35意思是什麼 我就是把35給蓋過去 所以這樣子它會印35出來 等於就是你本來最簡單的寫法 如果你不需要知道它的位子 你就直接寫m等於35 這樣就結束了 但現在是要讓大家了解說 為什麼 這個位子到底可以做什麼 所以我們讓大家知道 m的位子叫itemp 你用星星itemp 代表它指道的那個地方 你去把它更改成35這樣子 那如果我是這樣子寫 這邊做完之後 然後寫這樣子 那這個接下來我再印這個printf 那m的數值會變多少 70 這個觀念都很簡單 只是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等一下 這邊應該少一個乘 這邊應該還有再有一個乘 這個乘是對它的 2應該要再多寫一個乘 乘上itemp這樣子 這邊的觀念就是 給大家一個位子 你加上一個星星之後 你就可以用這個位子 找到它儲存的那個變數 看你要對它做讀啦 還是做這邊的取代新的數值這樣子 所以這邊這個就印出35 這個其實應該是大家 課本裡面它有一個 什麼self check的練習吧 所以等一下我會用 裡面的幾個題目讓大家看 你可以看翻一下課本 那個好像有兩個self 就是自己自我練習的一個題目這樣子 好 那這個稍微複雜一點點 我讓大家來思考一下 這個 你們覺得如果這邊有個printf 會有四個數值 personD personD 四個personD這樣 mp的star nmp的star 它這四個東西會印什麼數值出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討論 所以 剛剛有說嘛 下禮拜要用 團討論的方式來 就是對抗 團隊對抗的方式這樣 你可以找你的同學討論 好 你再思考一下 這個就會開始 你的腦筋要轉一下這樣 希望這樣轉轉轉 可以不是讓你睡著 可以讓你比較有精神一點 掌握到我剛剛講的觀念 什麼是位置 什麼是指東西過去 那你這個你就會寫了這樣 這麼寫這個答案會是多少 它印什麼東西出來 這其實就是把剛剛跟大家介紹 兩個觀念合起來 讓你看一下它到底在做什麼 這個應該是大家那個課本自我練習的 可能不知道第一題還是第二題 第一題這樣 所以第一題後面有答案 課本後面有答案 等一下我會講第二題 第二題課本是沒有答案的 所以待會你可以把第二題的答案抄下來 重點不是後面有沒有答案 重點是你知道那個答案是怎麼來的 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我們找一個同學來看看好了 然後剛剛有回答兩位同學等一下下課來找我這樣 你只要上課有回答問題 你下課就來找我 填一下你的那個姓名學號這樣子 大家現在先思考一下這個M NMP會變成多少這樣子 給大家再一分鐘這樣子 這邊開始會稍微需要轉一下這樣 如果你要來不及操 你就用手機把它拍下來就可以了 不然就是你回家再看那個上課的影片這樣 所以我是蠻好奇大家回去之後 有多少人會再去看那個上課的影片這樣 就是你如果覺得那個對你會有幫助 還請大家就是盡量多加利用這樣 也許他在期中考之前看的比例會比較高這樣子 因為現在我們在拍一個課程的影片 然後做了 這個之前我可能有問過大家 做一個調查就是到底要怎麼拍影片 大家才會看的時間比較久 之前的調查就是大家看一個影片 大概20秒它就會關掉了 就打開看20秒 覺得一點都不有趣就把它關掉了這樣 所以我們想要讓大家撐久一點 有點像那個牛仔騎那個馬這樣 就是在那個馬上可以撐久一點這樣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完整的看完一個小時這樣子 我們現在正在做那件事情 可能大家下學期就會看到那門課程 那是個線上的課程 教大家怎麼做物聯網的應用 比如說怎麼 教你怎麼開發手機的APP 然後怎麼做一個智慧冷氣 智慧冰箱等等的 好 有沒有同學自願要回答的 答對答錯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答錯我還是會有一些方式 可以讓你答對的這樣 很好 151555 151555 15155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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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很好 15151010 因為你MP不是 答案是這樣 151514這樣 你MP就是什麼 這個MP加上一個star 它是不是就是指到那個M 它就是M 它等同於就是M 所以這樣子寫 然後MPstar就是N 因為它們兩個MP MP就是M的位置 MP是N的位置 所以你把這兩個位置 拿去再做一個星星 就是指到它那個變數存在的那個地方這樣 所以這個你如果要 就記筆記 它實際上就是M等於N加N這樣子 所以M是10嘛 N是5啊 所以MP就是15啊 所以你在印出來的時候M 那你本來就知道是15 MP的star它也是M 所以它們兩個就一樣1515 NP 這下面這一行 就要注意到 因為它的這個MP的值已經被你改掉了 所以剛剛我不是有提到指標的意思就是 它要讓你可以改變數的數值 你第一行做完 M的數值已經變了 它變15了 扣掉N 這指向N 15-5 就是10 1515 1010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來掌聲 鼓勵這位同學 好 所以 慢慢來喔 就 逐步的進入 就是到底這個指標可以做什麼 這樣 這樣OK喔 有沒有還要拍的同學 好 那我要繼續囉 這邊會有加一個換行 所以才會這樣跑下來 不是不是我那個空格填不下 我把它換行 是它本來就會換行這樣子 所以考試的時候 然後 如果printf這邊我加寫線N 你寫15 15 1010答案是錯的 好 有這個N要換下來這樣 好 注意一下這樣子 好 好 再稍微複雜一點的 讓大家思考個就是 也是大概兩三分鐘這樣子 如果現在這個描述是這樣 這個是大家那個自我練習的第二題 所以考試的時候也有這種類型的題目 叫你做人體debug tool我幫你debug tool我幫你debug 是大家寫程式的時候做的 現在要人工debug m n是integer c是一個這個star的這個符號 然後有個itemp是這個樣子 請問大家這樣子 就是說itemp是一個指標 我這樣子宣告意思是什麼 再說明一次給大家聽 itemp是一個指標 它指向一個integer 所以itemp本身應該是個位置 好 那我問大家這四行有沒有哪一行 或哪幾行是錯的 啊錯在哪裡 要怎麼改 這個稍微複雜一點 等一下答案出來 你可以抄在你自己的課本 或講義裡面這樣子 這個也是觀念 就是你如果轉得過來 這個就很簡單這樣子 好 就是大家練習一下怎麼轉 這樣給大家三分鐘好了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先寫下來 這樣 如果考試的時候 你在看到類似的題目 如果考試的時候 你在看到類似的題目 你就會覺得很熟悉這樣子 好 好 三分鐘大家思考一下 等一下再找一位同學 來說明一下 看你的答案是什麼 這樣 你有資訊就是上面這一些 下面這種指定 到底可不可以這麼做 這樣 有哪幾行是合法的 哪幾行是錯的 你要怎麼改 他要旨說的 有哪一的 好 有哪一的 如果讓人去融蟻 有哪一旦 會有減少的 你把 要是汁 解除 整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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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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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然後 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